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大家好,我是Mercedes 我是Anthony 今集將入港就帶大家來到鯰基灣 Anthony一說起鯰基灣 你會想起甚麼呢 沙基灣當然想起東大街的美食 例如雞蛋仔、雲吞麵、魚蛋粉 想起都流口水了 但你又知道沙基灣很多年前 叫做惡人灣 可以說是沒有好吃的美食 惡人灣當然不適合我 喂 等下吧 沙基灣本身是一個海灣 傳說這裏的水域很圓 好像大沙基一樣 所以就有沙基灣這個名字了 我知道 早期香港漁民最主要集中在柴灣一帶 十八世紀中業有漁民 發現沙基灣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避風塘 所以吸引了很多漁船停泊在沙基灣 沒錯 Anthony 我們現在身處的地方 就是香港海防貨物館 你知道這裡的甜身是甚麼嗎 就是你原門砲台 很厲害 沙基灣舊時不僅是漁港 原來還很有戰略價值 因為沙基灣位於鯉魚門旁邊 當年防守信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我知道 這個砲台是1887年建好的 砲台最主要由堡壘 士兵營防 彈藥庫等等組成的 那你又知道 這裡最厲害的武器是甚麼 十大武器之首 那就真的不知道 讓我告訴你吧 在1890年 英軍更加在甲角海邊 建成波論南魚雷發射站 當時是世界上最具威力的水下武器 沒有想過當年那麼多炮彈 現在就那麼多魚彈 鯉魚門砲台 是舊時香港最具規模的海市防禦工市 亦是二戰香港防守的重要戰場 在1993年就改建為博物館 期望透過保存和展示香港海防歷史 令市民更加認識香港的歷史之餘 亦是一個挺好的親子活動地方 明白了 馬西里的街名這麼有趣 為甚麼會叫阿公岩道 其實鯉魚灣當時是以花崗岩為文明 當年有些來自惠州的客家人 來鯉魚灣的山頭開彩花崗岩 而他們又信奉譚公 又叫譚公做阿公 所以後來這個地方就叫做阿公岩 我想他的兒子一定是譚仔 你是不是肚餓了 不如我帶你去吃東西 好 你說肚餓嘛 現在就帶你來醫肚了 不要稍後逛逛逛又說肚餓 不要說那麼多了 吃吧 來到東大街真的不害怕 其實以前鯉魚灣 很多時候都會跟貧窮和落後 劃想等候 還有被人開玩笑地說 鯉魚灣是外人灣 其實是這樣 在明朝的時候就有一艘雙船 因為颱風避群是鯉魚灣 他們打算找東西吃 但找也找不到 到走那一天都找不到 自此人們就幫鯉魚灣起了另一個名字 就叫做外人灣 我還聽以前的人說 英雄被困鯉魚灣 不知何日到中環 這是甚麼意思呢 在開埠的初期 鯉魚灣只是靠斑翅極梭的三板聯繫中環 而在二戰前後 來往鯉魚灣的電車嚴重不足 所以每逢上班下班的時間 鯉魚灣線的電車都會經常被迫爆 錯過了斑翅 就要再等半小時或以上了 英雄被困鯉魚灣 不知何日到中環 就是形容當時鯉魚灣的交通落後情況 時至今天來到鯉魚灣 不僅不會餓 還有很多人專程來到這裡吃東西 這裡有食街之稱 可以說餓虎藏龍 水準差一點 隨時站不住腳 真是一位低調高手 這裡就是天后古廟 有沒有犯太歲? 有 拜一拜吧 糟糕 其實香港還有很多有趣的地區 讓大家快餓 想跟我們一起套進香港 就要密切留意我們 Upbeat Media的Facebook和YouTube頻道 記得Like我們的專頁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鐘 就不怕會失去我們的新片 再見 下次見